你講那些讀什麼Leadership那些人呢 正規那些我先講 由正規講到不正規 通常就是給他們類似金正恩這些讀的 就是真的衣服出來就做Leadership Torchum都說了 我太用力了 一定成為一個偉大領族 以前誰都讀 全部都讀這些 那些什麼阿聯酋 沙特的王子 就是讀類似的 不一定是讀Leadership 以前我看 李光耀死的時候 我看很多他的片子 他經常去一個哈佛大學的肯尼迪學院 我猜之前我們看過 就是什麼留學那些簡歷 他都是去美國讀過書 應該讀類似的那些東西 都是Leadership 是嗎? 或多或少 其實就是為了培養 簡單來說 你進來 就是已經在你那個當地 就是被人看中了 無論你金正恩也好 劉河也好 還是沙特王子也好 都肯定是如若中天啊 除非你不幸好像薄熙來那樣 或者好像金正藍那樣 沒辦法 這個你都逃不了的 如果你真的跑出來的話 你想一下 你當年讀書的那些同學 嘩 為什麼個個都是社會的領袖 真的是世界的領袖 包括之前我記得看過香港的人說 曾蔭拳也是這樣的 他已經做了一定的大官 如果他沒有學歷嘛 以前是一個難怪銷子的嘛 英國人就 哎 如果有沒有扔你去讀書呢 扔 走去讀Leadership吧 就是稻金也好 就是讓你有些墨水落土也好 什麼都好 全部都是這樣的 就是相當於 你以前不是說過的 有些公司要專門培訓一些幹部的嗎 哦 就是幹部不一樣的 同一個邏輯 但是呢 以我的個人經驗來講 就是這些領導能力 雖然我沒有讀過一些東西 但是如果你沒有讀這些東西的前提下 其實你有辦法可以培養得到你 就是越加持 如果你說你覺得你下一代 很有必要 一定要有領導能力才可以的 如果你有這些想法的話 其實有辦法的 比如我這樣 我是提早讀書的嘛 所以我永遠在班裏面 是年紀最小的過來的 嗯 但是我除了我自己讀書的那班之外 我小時候就有很多不同的圈子 比如我有我家裡周圍的鄰居啊 那個就是另外一個年齡層的 然後還有其他古靈精怪一些 比如我每年小時候 暑假呢 都一定會去參加些什麼夏令營的那些東西的 嗯 就是那些人叫做什麼扶貧 那些人扔你去什麼清遠的一家學校下面 就是跟那班人這樣住 大概一個星期十日拜天 那些類似些什麼 就是如果你是想培養你的小孩子的領導人 應該嘗試將他扔去這些不同的群體裡面 就是三不識七的 但是呢 輕輕你的小孩子是被周圍的人 是年長一歲左右 嗯 但是如果他是有這方面的能力的話 很自然他周圍的人就會聚集在他身邊 就會以他為領導的 所以如果你有志就做這些東西 就可以試試我這個 那我又不需要 因為我肯定沒有錢給那些小孩子做Leadership的 我剛才說過清遠扶貧 如果是便宜的就怎樣 那我沒有辦法把自己的小孩子還懂得來扔去清券 你講這件事我跟他分享 之前呢 因為我女兒過兩年讀書嘛 過兩年 你的女兒三歲 然後我老婆就說 我們住這間屋屬於這間學校的學區 我們去看看嘛 當然去到之後才發現 現在太早了 那個校長就跟你說 你現在下年要再來 現在來的話跟你說些東西 下年都可能變了 然後他就說這些 我剛才說的是公立學校 那他這間學校呢 就會有很多古靈精怪的program 比如說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在報律師門讀中學的時候都一樣 他專門有那些叫Leadership Camp 就是培訓人的領導能力那些露營 當然我說我女兒那些很小的那些 那些露營就不是真的走到山裡面的 就只是在學校外那塊草地那裡露營 就是你年紀大一點 可能走遠一點的露營 再大一點就挑戰一些更加高難度的 因為好像我說 我們的Leadership Camp 就是對一些 我剛才講過 要爬山 然後山裡是要穿過一座山 在一條河裡 自己想辦法過一條很長的河 當然他會提供一些工具 水桶啊 那些木條啊 那些麻繩那些 就要讓你自己想辦法去 怎麼渡過一條河 就是大概闊到 可能珠江江面的四五倍 就這麼闊了這條河 就是由這邊到那邊 就是你不用想游過去了 不可能的 你毛澤東那樣幾個保鞭也有可能 喂 你說了這麼闊的河 長江那麼上下闊的了 他不是由這邊去彈的對面 他要沿著這樣去一條河路 去到你獨到達的目的地 那個距離就大概是 我覺得在河路飄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搞了很久的 人力的全部都沒有 你以為有摩托嗎? 水流不是說你上哪個水流向哪 就是外國就有這樣的玩法 你讀什麼學校 我相信差異都不是很大的 就專門培養 但是我亦都不覺得在那個攝錄裏面 最厲害的那個人 就在社會裏面 就自然就轉發成為一個Leader 我也不覺得 你Leader 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做Leader 你在一支俱樂部裏面 你做隊長你是Leader 你在麥當勞裏面 你又可以是Leader 對不對? 你在賣保險 你又可以做Leader 你在公司也是可以做Leader 你在哪裏做Leader 是看自己的能力 但是Leader本身就是一種能力 你在家裡講個好學校 講個野雞 什麼野雞? 你現在師傅說 從正規到不正規 正規就是金正恩那些 我真的讀Leader說的那些 不正規 不正規就是剛才教你那條 扔個清遠 但是很明顯的 因為你想一下 我剛才說扔個清遠那些 清遠那些學校宿舍 最起碼坐底一個宿舍裡面 有十個話以上 有些大的可能有二十幾個人 這個宿舍 和隔離宿舍 就會成為了不同的團體 然後慢慢 每一個宿舍都會走得出一個 或者是有一個更加厲害的 就是整群宿舍走出一個 真的可以領導的人 但是通常那些人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就是不會是你一群人裡面 最小的一個不可能 但是當然這些 我就不覺得它有什麼特別 真正的價值 可能是金正的有價值一點的 扔夠它去瑞士道這些 就算出不來 都可能認識到一些 什麼沙特阿拉伯的公主 或者是 然後洗黑錢的時候 就有它賭了吧 然後 然後 再一次 雅